其实从我们生下来开始,就有情缘在等待您,只是不知道是善缘,还是恶缘,又或许,这缘分来得慢,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缘分,人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,反思自己,用智慧去牵引缘分,自然就能求到好的因缘,晚婚,或者情路卡可,有时候不必着急,只要你足够善良,一切自然有更好的安排,或是骂龙, 三十岁,在南,不到一米七,有个小房,没车,条件普通,所以,我去相亲,几乎每次都是失望而归,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同校学妹,一聊天,真是缘分,原来他不仅和我同系毕业,还和我入同一栋寝室楼,同一个房间,同一个床位,和同一个老师关系好,他也觉得吃惊,就这样, 最后一次相亲成功,他比我小五岁,身高一米哟,不嫌弃我还,不是缘,如果等到你,缘地点没关系,前夫家里是差千古,独生词,所以他叫生化养,从不去工作,我又要上班,又要带孩子,还要做家务,同住的公婆还对我各种嫌弃,前夫出轨,公婆觉得老公出轨是妻子不够贤惠, 实在过不下去了,我提出离婚,定神出谱带走了儿子,都说带儿子的婚女人,是别想再婚了,离婚以后,我反而走逃花运,很多追求者,自己的事业也越来越好,认识的男人层次高了许多,不久,一个未婚工程师走入了我的生活,他说他喜欢我的温柔善良, 也对我的儿子很好,未来如何,随缘,但我知道,好男人是存在的,婚路坎坷,经历模纳各家成熟,好婚女自然而来,作为一个三十二岁的大龄圣女,心灵备受压力,来自家庭的,我每到过年就发愁不想回家过年,来自单位的,很多人总爱追问,你有男朋友了没有,来自社会的,到处都是各种对圣女, 女生男的骑士,后来,我在网上认识了异地的军官,比我小两岁,英俊潇洒,成熟稳重,认识几个月,就结婚了,他对我挺好的,我们很合着来,幸好当初没有将就策合结婚,将就的婚姻不如高傲的单身,缘分自有安排,三十三岁农身为婚女,那唾沫心子都快将我淹没了,不过,现在农身男多女少, 每次回家,都好多人安排相亲,零线都有人来做介绍,我开始比较看重长相,后来发现帅哥好多不上镜,最后认识了我的老公,和我一样打,家里即将拆迁,他父母已经去世,自己是独生子,无依宁靠,没有不良暗号,我觉得是和我相亲的对象里条件最好的, 就这样,认识三个月闪婚,所以,真无需在意别人的催婚,自己慢慢找,既然都满婚了,不在意更紧善一点选择,也许好对象在后面,二十三岁第一次恋爱,失败,一直单身到二十八岁,想结束单身生活,不到一个月,在网络上认识了我的老公, 觉得有演员,也聊得来,我不在意物质,因为我经济独立惯了,我只想找一个,两情相悦的人,而我老公三十二岁,算大龄胜男,是我喜欢的类型,而他喜欢我是因为,我不像别的女孩那样,过度在意经济条件,他这个人比较逆反,逆越物质,条件在好的女的他越看不上,后来交往一段时间,我才知道他车和房子, 他都有,全快买到,结婚以后,购资卡在我手上了,因为他吸赖我,说我通过了他的考验,夫妻是福报相同,才为夫妻,量情相悦的人,往往经济和精神层次都比较接近,小单叮咚爱情婚姻目语,确实,夫妻福报相同,方为夫妻,你遇到什么人,有什么样的爱情,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爱情福报,如果想遇到最好的人, 你就要提升自己,内来兼修,好的缘分,自然会降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